桂花的养护要点在什么呢 四季桂它长得慢 不建议一次换大花盆 可以地栽一颗盆栽 像我们这个是种了一家轮的花盆 2024年可以不换盆 2025年的春天 三月份在雨雨换盆 换盆是为了让它春梢的力量更强一些 然后换盆呢 就建议不超过20厘米 我们的是桂花龙腰138 这个瓦罐就很合适 这个就是桂花的新芽新芝新叶 它有一种很强的这种红叶丝蓝的这种质感 它在每年的四月份和十月份 有两次发新芝的机会 所以桂花的话 如果要造型要修建 一个是五一节以前 二个是十一月份以前 如果在夏天进行修剪 会让这一个新芝发的过多 过于茂密 而桂枝不能进行木质化 影响它的开花 地栽的话 我们把它做成绿里 整整齐齐的修剪形成色块 还可以固执成为一个主的景观树 把这一个桂花做成结构 在我们的花园入户的地方 用一颗桂花 反复多年迅化和修剪 新芝之后修剪 让它叶子越来越多 管伏越来越圆 其实在它适应的气候范围是 冬天零下八度 所以这一个桂花 在栽种红叶丝蓝 能够栽种陆地过冬的地区 比如说上海南京 以及到我们的唐州一些地区 它甚至可以陆地过冬 因为它的桿子木质化程度非常的高 在北京天津大多数地方 就冬天要进屋里栽种 都拌在北方的有暖气的窗边 将温度稳定到20到28度这个区间 然后底下垫一个托盘 正常的半个月左右 检查一次浇水就可以了 一排排排起来 营造一个小的气候和环境 大家挤在一起 过冬就可以过到了 那是否方面的话 这个桂花要求很低的 一年时间 两次澳粒 一次少一点 然后在每年的八月份 它也有花期的时候 一点点花多多二号 一点点零酸二青甲 然后就可以了 那以上就是桂花的掩护 桂花 C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